Hello大家好我是日日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嗯这个 我觉得它是个夏天 它就是个夏天的一个汉服发型 然后这个发型呢 它 我说它简单它就简单 这事不需要讨论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来给头发分区 分好区之后呢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头发都夹起来 夹起来之后呢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并不怎么浓密的U型发片 把它夹在头上 夹好之后呢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假发片分成两份 左边一份 然后右边一份 然后我们把分成两份的头发再分成两份 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也可以不分 但是这边我想让后脑勺看起来更加的 嗯 花瘦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份头发都打成麻花变 编好之后呢是这样的 就得到了两条麻花变 然后我们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编起来 我们两边都编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用了四条麻花变 然后我们要先把底下的两条麻花变 把它团起来 像这样团到头顶 把一边一直夹固定一下 把一条团好之后把另一条也是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的头发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两边的头发 把它梳上去 就跟我们上次的那个教程一样 因为我没稀疏的头发 盖住 这样搞好之后呢 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可云的发型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额头上面留的这个刘海比较厚重的话呢 一定夏天嘛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两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刘海收一半上去 当然收一半上去虽然看起来脸爽了 但它的弊端就是会显得你很粗 我今天要用到的发包呢 是这两个 好 哪怕呢 我们先把这个八字包放在头顶 稍微就是倾斜一点 然后把它固定住 我们把这两条麻花变 像这样 把它热到前面来 然后让它缠绕在我们热到这个发包上 然后另一条也一样 也是把它 缠绕在发包上 搞好之后呢 我们的后面是这样 就有一个交叉的麻花变变 其实这样呢 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凉爽的发剂了 但是我总觉得头顶有点空空的 作为一个精致的阿托族 我不能允许这种简单的发型出现在我的视频里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花千古发包 把它斜的插在头上 像这样 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发型就完成了 是不是 这样它就有一种不对称的美感 然后我们来戳上发饰 加上发饰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感觉这个发沾它有点多余 不要比较好看一点 好啦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一定不要忘记给我长按点赞三连呀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都是极好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你们看六条 六条 六条 嗯 三条 七条 鳜 considered 一阶